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舒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電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 不是要講臨時維護公告啦 就是順便帶一下 我這部會非常快速的送上去 應該是吧 因為最近的活動 應該說這次 這次更新完之後 隨便計畫一下 這段時間至少可能有個十幾步要丟上去 所以我會盡量做快一點 因為前陣子我想說應該還好吧 所以我先把我的存隊跟牽卡做完了 結果這一週我碰 全部一起下來 好那我們快速講過就好了 就是明天要更新 當然我不知道這部12點以前丟不丟得上去 應該是ok啦 就是要更新一下這個 有一個的任務叫做強化失敗7次 那有人留言到一個方法 欸 蠻聰明的 把那個高階的普卡 拿去強化 然後按保護啊 讓他一直爆就好 看他不管 那主要是說這個強化7次啊 有蠻多人覺得說 哎呀這個東東就是在破壞市場的低價卡嘛 所以明天要改 好 那詳細的話 因為原本我是要把這個任務介紹也丟上來 但是看起來明天要改 所以我就先不丟了 所以我就先講活動 好 然後那個 本週的 本週的那個什麼 那個活動介紹 就是本週維護公告我也不丟了 主要就是這個How to lose 的活動而已啦 其他就 我就不丟啦 那最主要就更新國家隊 國家隊到時候我也會做啦 我真的看完國家隊我真的覺得 哎 官方對無課很好了啦 那個 看看那張阿蓋 再看看那張Kevin 比傳奇還要強欸 當初練傳奇的 我就覺得 唉 好 那定位不一樣啦 傳奇再先發嘛 好 那這次的活動啊 就是因應過年 所以真的丟了一大連串的一堆活動 那就是先來講一下這邊 懶人包的話好像 啊 最最簡單懶人包就是 收集這個 道具 的照片 三種 的照片 就 那個兔子 那個露絲 跟香菜嘛 對 香菜 呵 這蛋挖被載掉了 什麼香菜 要講什麼東西 就蛋挖啦 嗯 然後 就是 過每次任務 然後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有成就任務 這個到時候我會再講 就 欸 它有一連串的成就 然後模擬對戰 是有5%的機率 可以獲得這個 照片 香菜照片 不是 我說的是 擋歐照片 同蒿嗎 嗯 好 那個 比較少念 然後每次任務的話 裡面是有照 那個菜啦 好 叫它青菜 青菜照片 跟兔年紅包 那那個兔年紅包裡面 就是有 這樣子的機率 欸 這圖片 這樣子的機率可以獲得 各個級別的鑽石 基本上應該大部分 要嘛就50 要嘛就100 那你開到500的 天選之人 然後就是會有 開這個道具 兌換所 這個到時候我也會再做一集 那我看的話 它的上限好像是有的 所以這個的話 是必須要做選擇的 就是你到時候 打完之後是要做選擇的 到時候我再介紹 那本次活動 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最主要的 就是 你過每次任務 然後過成就任務 剩下就是打模擬對戰 就可以拿到這個道具 那到時候的話 你可以再參考一下 我的方法 你再去想一下 要怎麼換之類的 最主要可能還是 反正活動都還蠻長的啦 如果你要等 等我的想法的話 那當然可以先存著 沒關係 那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 假設說 它這邊寫 可以投手全套S裝備的話 你會覺得 我很缺S裝備 雖然啦 我覺得這個全套S裝備 不一定會是 比較好的數值 所以說 就看自己個人的狀況 像有些人 像我這樣 基本上啦 我這樣一眼看到 不用 不用想啦 那個有 兩項 我一看就是 覺得我自己必換的 第一個叫做強化箱 第二個叫做 SS藥水30罐 那剩下的話 就詳細再看吧 這是有 國家隊加9 這個蠻誇張的 如果你開到一張 它是隨機包 所以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裡面應該有包含這次的 阿凱跟 Karen吧 如果有的話 蠻扯的 那個開到直接飛起來 飛到不知道哪裡去 你的戰力直接大躍升 應該吧 雖然說 可能就只是一張蹤跡啦 好 那就這樣 所以本次的這個 浩杜魯斯的活動 是覺得說 大家可以參加啊 獎勵這次 我必須要說真的是 開得蠻好的 那就是 大家再參考囉 那 免費了嘛 一樣 老花那一局 免費了嘛 拿爆 好那今天這部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選擇更多人知道 那就是再講一下 我的那個 今天的那個 維護開機公告 跟另外一邊的那個 那個 幾秒的懶人包 我就不上了 就反正另外那邊就這樣 嗯 大家也知道了 開始就會搬出來 另外一個網頁去講 就是活動都會特別搬出來 所以那個系列 我就看情況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話 每週更新的東西我就 暫時先不介紹了 好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掰掰